今天2月14日是夕阳情人节不过呢 很多亚洲国家 国家也过得非常火热 克罗埃西亚有一个著名的岛 它的形状像一个星形的形状 叫做情人岛 它现在开卖4万平方公尺的土地 开价相当新台币4亿2千100万元 而业者还推出了各种商品 比方说在有的国家 今年的洋葱价格跳升好几倍 所以洋葱番茄的花束 非常受欢迎 而意大利呢 有一个传统情侣在这一天 会相约进入超过50公尺深的古井 永稳承诺事案 从空中俯瞰巨大的星星轮廓 是坐落在低中海 克罗埃西亚著名的情人岛 近期岛上一块大约三分之一的爱心开卖 如果口袋够深 将会是最独一无二的情人节礼物 然而最深刻的情意或许无价 英国一名官夫为了纪念死去的妻子 耗时多年在自家农场 种出一座爱心灵地 心间的指向还是往期的故乡 而在意大利 情侣们则相约到奥维托 前路深达54公尺深的古井 亲吻相拥 见证彼此爱意有多深 亲吻节最传统的莫过鱼 送巧克力或者鲜花 不过今年想来点不一样的人 也有别的选择 菲律宾马尼拉花店 不只有用假钞做成的花束 还有一束束的洋葱 蒜头 番茄花 菲律宾洋葱价格标涨 一公斤约合台币330元 甚至比鸡肉还要贵 近期就有新人 把捧花换成一大串洋葱 减少花束浪费的同时 还能饱餐几顿 至于有些业者则是脑筋懂得飞快 美国不少动物园 趁着情人节发起募款活动 只要花费5到25美元不等 就能把蟋蟀 蟑螂 老鼠 甚至是蔬菜以旧爱命名 在看着它被吃掉 试于新冠大流行 这报复前任的活动 逐渐成为全美动物园 受欢迎的捐款方式 也提供了另类的趣味庆祝 情人节样貌白白肿 业者把握机会创造商机 不过位于肯尼亚的玫瑰花农 今年受到俄乌战争冲击 最大的欧洲市场出口大幅下滑 全球通膨笼罩根据统计 今年美国人情人节支出将高达 两百六十亿美元 比去年增加了大约二十亿美元 想传达新意又不伤荷包 专家建议在家约会 或是相约去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重温浪漫感受 都是省钱的小撇步 TVB新闻总和报道